選前五頓一承諾 只要能順利當選 就能協助族人花東自強兩村 解決這延宕十二年的居住問題 族人再度充滿了希望 現在馬總統也順利連任 霧峰花東新村的族人 正式成立了社團法人的協會 九二一大地震 造成長年辛苦工作所購買 或承租的房屋受損 多年來努力全歸零 大家只好占居大陵與霧峰交界 搭建臨時住所 結果一晃就是十二個年頭 過去隸屬於台中縣的時候 族人也一直為就地居住的問題 到處澄清 可惜都沒有明確的答案 現在縣市合併之後 他們希望透過協會的組織 主張他們希望就地居住的願望 協會成立之後將以花東新村重建計畫之啟動 為協會主要的任務 將由協會幹部結合學術單位 民間團體 專業學者共同就花東新村 現地重建的問題 繼續向政府提出構想與建言 早日完成部落族人居住的問題 接著台中霧峰採訪報導